位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朝鲜海峡 不仅是东北亚的重要水域 也是连接欧美的经济要充 而日韩两国数百年来简不断的历史纠结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纷争不断 欢迎您收看经典党TV 准备我们这次的海峡系列 介绍的是朝鲜海峡 它所涵盖国家好像非常熟悉 像韩国啦日本 可是假如说我们仔细去看一看这个文章 他会发现好像里面有很多议题 是我们以前都没有思考过的 对啊 我们现在如果照着我们的流行文化来讲的时候 我们以前是哈日 现在很多人在哈韩 我们看到那种韩剧 都是看到光鲜的外表之下 实际上朝鲜海峡是两个国家 日本跟韩国 所以这次的文章上我们重点是他们永恒对抗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海峡 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可以当我们在某个角度上启蒙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们这次来的两位很多两个来宾 首先是政治大学外交系兼韩国研究中心的理名主任 李主任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一篇的一个传述 就是我们的宜卿 宜卿你好 宜卿你好 总编好 贾勋卿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朝鲜海峡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水道 从海峡向西南可直达中国东海 向西通过朝鲜海峡与中国黄海相连 向东通过赖湖内海可达太平洋 向北通过日本海进入厄祸刺客海 对马岛将朝鲜海峡分隔东西 东水道移称对马海峡 数千年来这片海域见证了中日韩的友好与对立 以及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幻灭 从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到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三十五年的殖民岁月 朝鲜海峡负载着多少血泪刻画的悲欢离合 你自己在直接从它经济上面来写这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来做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在观察这个海峡 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一些系列的海峡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说 它其实在现阶段其实都还有一些蛮复杂的问题 可是朝鲜海峡它很特殊的地方是说 它在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它似乎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峡 那它所有的发展似乎都是从经济层面的这个面向 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让我去就是说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经济的上面 而且也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因素 让这个日韩之间 其实他们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历史上其实是有蛮多的一个情节在 可是他们可以把这些都抛下来 然后就是以这个经济的发展为中心来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值得大家去行事的一点 对 你这文章里面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就把就是九州跟韩国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海峡呼吁的一个经济圈 你可以不要跟官方做一个说明 日本跟韩国现在算是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跟第十五经济大国 那这海峡两岸的这个所谓的超广域经济区 加起来人口大概就是以日本这个官方资料来讲的话 有四千万的人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区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就是研究 共同开发这个海峡两岸的观光事业 是 就是从刚刚开头谈到一个世界外的潜在的商圈 实际上就台湾基本上两倍了 我们在台湾对韩国总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但是我说我们很单纯撇开这种 中华大中国那种的传统样的思维的时候 韩国这个国家实在不简单 因为它刚好面临到左边右边都是超级的 强国 强国 对 这样的一个国情跟这样的国民性格 跟他们过去之间怎么应付这两边的关系上 实际上是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看 所以你跟他的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对 对 对 所以用请我们的李教授来简单谈谈的这个 我们讲朝鲜半岛南北韩之间 过去的一个经验历史 跟现在他们对日本的关系 韩国人自己常常讲说 他的一个地理位置是非常悲哀的 所以他常常说他自己是悲剧性的民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强大了以后 他就走这个朝鲜半岛去侵略中国 侵略中国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韩国也非常受害 中国强大了以后 当然也是不乏有这个例子 要用朝鲜半岛作为桥梁去侵略日本 比较近的历史呢 第一次是1894年开始的这个中日甲午战争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战败的是中国 日本呢从中国抢去了朝鲜的宗主权 那么美其名叫做韩国人要独立 给他一个大韩帝国的称号 但是在1910年就把他并吞了 第二次呢当然是1904年 1904年呢就是日俄发生战争 在对马海峡还有非常大的一次海战 当然结果也是日本人打胜 日本人胜了以后他就变成不但是亚洲第一强权 也是世界第一强权 居然还能够打败俄国人 那么第三次呢是1950年的这个韩国战争 韩战呢当然是日本并没有直接参战 但是呢是美国的势力进来了 特别在1950年的三年韩战 就使得这个朝鲜半岛分成两个主要的这个对立的国家 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南韩 南韩它的国名叫做大韩民国 再外加一个我们所不太了解的这个北韩 那么它是跟这个苏联为为这个为在一起结盟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南韩是跟美国所结盟的这个民主阵营 他们在这个1948年分别建国以来 长达60多年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着一种非常对立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朝鲜半岛依然是非常不稳定 我们看到朝鲜海峡好像是有点风平浪静 但是在这个周围啊 我们还是必须要注意它未来的一个发展 是所以尽管好像是表面上 但是好像内部里面还是在国际情绪上的一个轨迹 在那边暗逃汹涌着 那我想那个对宜庆来讲 就是说这次的采访 在两岸之间在韩日之间 你们怎么规划你们的采访路线 然后怎么尝试去拿几个重点来亏这两边之间的一个有趣跟差异性 其实我们在规划上这一次我的重心是放在韩国 因为我是想要尝试一个韩国的角度来看这个 那这本身因为我自己在日本待了很长的时间 写着海峡对我来讲表面上是大家觉得非我莫属 可是事实上我心里头其实是一直有一个隐忧 就是说我会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韩国 实际上这个是很对的 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在看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以前我们是在讲台湾以前都认为我们只有两个 国外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美国跟日本而已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人口数量来讲 实际上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应该是跟韩国人来讲 那个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的规模 所以你已经从这个角度来思维的时候 跟你原始的思维上之间 有发现什么样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韩国人的那种民族意识 我觉得是真的就是说短短的这个行程里头 真的是很强烈感受到的 那尤其是我们也许这个时机又对 就是刚好碰到这个氏族这个时机 就是你可以这是他们完全把那个民族意识 发挥的灵灵尽致的一个季节这样子 十年前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爱用日货 可是现在他们要用韩货 用韩货的理由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是经济实惠嘛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产品 现在的那个认同度是很高的 自信心比较高 自信心很高 再来他们当地人跟我讲了一句 我们韩国人买东西 我们不是看品牌 我们看我们也看产地 日本的品牌它有很多 其实现在并不是日本字 那这样子我们觉得 韩国字的东西比较好 可是这一块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李教授 因为他对他是这辈子都是做韩国的研究 研究 所以谈这个韩国民族这个个性上面 我比较请教您来 就这几年之间您所观察到的 日本其实它在19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飞 而且起飞很快 当时日本还有经济学家说他们的起飞 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因为他们有重工业的基础 那么即使是在二十大战打败了以后 它的重工业基础并没有随之瓦解 所以它会起飞很快 他们也有这种自信 所以它是在经济发展上面 可以做领头羊的这样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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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那么当然这个南韩一开始的时候经济发展也蛮受限 因为它这个韩战也对它的伤害蛮大 国防支出很大 国防的支出很大 所以它就花了很多钱在国防上面 那么这个韩国的它自己也没有这种重工业 它本身就是农业起家的重工业都在北韩 也没有电力 所以它也没有这个 比如说重要的矿产 所以它的发展是蛮辛苦的 可是呢它终究还变成四小农之一 所以它怎么看日本呢 一开始的时候它当然是认为比不过 那后来逐渐发展以后 它会认为说 它其实距离日本不远了 那有人跟韩国讲说 哎呀你哪一天会变成日本第二 韩国人会很生气的告诉你 它要变世界第一 所以它根本不把日本人看在眼里头 也把这个很多的工业的生产 它的目标 甚至于国际贸易 都要拿这个日本作为比较 而且要超越日本 所以您刚问就是韩国的特性 其实一般来讲就是说 过去它认为它是悲情民族 现在呢既然没有战争的话 它就要好好利用和平时期 做经济的起飞 文化的发扬 跟这个工业的这个提升 使韩国变成让大家都尊敬的一个国家 所以韩国从一个 它的一个人口大概是这个四千多万 它的这个土地也不过是十二万四千多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湾的三倍 人口也不过是台湾两倍 可是呢它在全球所散发出的一个力量 远远超过它 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仅仅不过是中型国家的力量而已 我们随便来说 从1988年第一次在 在所谓韩国人所办的这个大型的运动会 汉城奥运 汉城奥运 它就已经主张 它要把韩国 要把它推向世界 那么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大家都可以看到那种 所谓红色的这样子人潮 他们叫Red Devil 那么再加上这个很多的这种国际的竞赛 都可以把韩国推向一个世界 那么1988年我记得很清楚 他那个办汉城奥运的时候 他的一个口号叫做 世界人到汉城来 汉城也要到世界去 所以这是一个胸襟 这是一个努力的一个展现 所以我们看韩国人 他是非常想超越的 韩国人这个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这一块 他们经济上最近的一个发展上 因为什么除了这样的方式上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上 可以让他们这样子的小地方的人口数 像包括三星 包括现代 这样都变得全世界 举一所二的很大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个跟福征熙时代的 国家的策略是有关系吧 您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国家政策有关 福征熙那个时候要起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政变出来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经济发展 当成他的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他是说一定要把经济拉起来 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在韩国再继续统治 他在那个时候盖了一个叫做一个新的一个政府结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副总理级的经济企划院 这个经济企划院呢 就是带领韩国走向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发展 以日本为目标 然后甚至于还是以其他先进国家作为这个门犯作为榜样 但是他主要的是这个辅助大型企业 不是像台湾那样子 台湾是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好像政府是很怕托拉斯 不太管 怕托拉斯会影响到这个财富的不均 可是韩国呢 即使是财富有这种趋向不均的一个发展 但是政府依然是认为他要辅助大企业 使他能够在国际的竞争上面能够展露头角 所以一个大型的企业呢 他很可能得到政府很多的经费的资源 还有比如说是各种各样的免税 结税 甚至于各种各样的补贴 让韩国的这个大型企业能够跟这个日本的美国的大型企业在海外竞争 那么同时呢 也要促成韩国的贸易啊 一直往上走啊 所以当时啊 大型企业掌管的所有的东西 中小企业是不脏的啊 看不出来的 所以他们有一句说法 就是说他们大型企业像现代啦 像这个大宇啦 像三星啊 金星等等啊 他们是from ship to ship 小小到这个非常小的电晶体 大到船 大到他能够造船 他能够造军舰 他能够造你身上所穿的衣服 甚至扭扣什么都能够制造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重点的 不同 但是呢以后就出现了这种非常大的这个财富的这种悬殊 但这个是当初的普正纪政府所没有刻意去想到的 他当初是怎么样去想推动他的大企业出去 所以因此我觉得如果比较韩国跟台湾的经济发展 我们真的是可以发现到这样子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大概90年代那时候一个